现在我们要谈设计 欢迎收看股市张国社 我是物雷光 今天是星期五 一样祝各位假日愉快 昨天在看美股 那美股都涨上来 我很高兴 但是我高兴的是什么 我高兴的是第一个 多头的股票 希望有高点可以做一个 获利出场的动作 那是不是高兴要去买 还没有这种想法 还没有这种想法 然后到了今天开拍的时候 看到台股大涨很高兴 高兴什么 一样做多的股票 有高点可以让我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大家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今天我们的台股呢 最高涨到了299点 299点 好 在这299点的时候 各位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请问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以现在的盘式 买 卖 空 如果你要执行动作的话 有这三个动作可以执行 那报我们就不讨论了 就不讨论了 那所以说在那个高点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每一天我看的大盘 都会去判断 现在的状态如何 那如果状态 我去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我会去做执行 我就会去做执行 所以一样的 在今天的这个时候 9点40分 各位 这个是9点40分 也就是这个点 高点的时候 然后就在这个高点 就一路下来了 也就是说 没有占有高点 比9点40分 要来得高 就没有了 那或许 你进场了 9点40分 以前 你进场了 或者9点40分 以后 你进场了 但是你进场 你今天的股票 如果有赚钱 让你赚到满意 恭喜你 但是这个机会 大不大 我个人认为 并不太大 因为今天 不仅仅是台股 不仅仅是台积电 甚至有很多的全资股 都在做一些 虎头蛇尾的动作 那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 再做一个讨论的动作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9点40分 你是买 还是卖 还是另外一个操作策略 还是另外一个操作策略 那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今天做了什么 一一跟各位 做一个报告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这里 这是金豪科 这个金豪科 在9点42分的时候 9点42分 其实这个比我打字的速度 大概差了一分钟吧 我大概9点42分就 简讯就发出去了 好 各位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今天最高来到93.2 93.2 所以假设说 你今天 你在92块左右 或者92块之上 将金豪科 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我都觉得 我都认为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 一个漂亮的 一个位阶 因为在之前的前高呢 他也做过努力 但是不晓得 会不会再往上去做一个 攻高的动作 那今天呢 我先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今天所以说 在这个时间点呢 就把它做一个 出场的动作 第二个 各位 旺系 6223 我们看旺系之前 COAS 好 各位 我们看这里 旺系在上个礼拜 4月30号的时候 来到了历史新高 454.5元 请问够不够强 很强 非常的强 强于大盘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 你要去买它 你要去怎么想 那不晓得你对于 它的整个操作方式 或者是整个 有心人士的操作 他们的筹码 你有看清楚吗 所以各位 假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这个纸张 可能萤幕比较黑吧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高点 439.5 这个地方是最高的 然后就一路下沙 下沙 然后到了平盘之下 再从平盘之下的 425 425 再做一个 拉高股价的动作 请问 在这个点位 你会买吗 你会不会买 你会不会买 因为才刚跌嘛 那昨天呢 经过盘式的一个洗礼 它也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但是今天 今天随着一个大盘 它也有在一个高点 它也是有站上一个高点 而这个高点是 439.5 那这个439.5 跟昨天的440 差不多 差不多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这样去做一个比较的动作 可能就会比较明显说 你今天要对这档个股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我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是今天的 这是今天的 5月3号的 好 那9点9分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讯息 给我全部的会员 台积开盘 人在月线附近 美股升降息问题 牵动台股 等我消息 请问 刚刚那一段讯息 有没有要买进的感觉 没有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台积电的一个状况 待会再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好了 好 紧接着呢 在9点42分的时候 我将我的金豪科 请试驾3006金豪科 获利出场 9点42分 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大盘的高点 是9点40分 9点50分的时候 请试驾放空 6223 旺喜 所以说在9点50分的时候 也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个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了解吗 这样子叠下来 到了盘下 上去的时候 在这里 我去放空它 我去放空它 那这个时候放空 我会不会去想说 它会不会再冲上去 我当然没有这种想法 我如果有这种想法 我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放空的讯息 就不会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各位现在看到了旺喜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放空的时机点 那市价一路下来 请问 有没有任何的一条 一个点位 比它高的 没有 所以说今天 它没有来到440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 或许你问我说 雷空老师 这个地方是439.5 那为什么你能够判断说 它这样子上去 不会超过它呢 因为今天大涨将近300点 刚刚一开场白 我就跟各位报告了 昨天晚上看到美股大涨 我就很高兴 很高兴的是什么 第一个 我多投的股票 应该会有一个高点 让我做个出场的动作 第二个 我想要做的事情 应该会让我去 应该会让我达成 应该会让我达成 所以我就不会去做 犹豫的动作 我只会去注意 今天超盘手 它到底有多强 好各位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各位 9点50分的这个时间点 去做一个试驾放空 旺系 结果今天呢 最低多少 405哦 最低405哦 这个地方是435哦 了解吗 这个地方是435哦 收盘406.5哦 看它的K线好了 今天它的K线 状态是这个样子 今天它的K线状态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 您看我的测标 你们这个测标 从4月29号 我卖出之后 就一直挂在我的测标上面了 所以说可以去判断出来 既然我会在4月29号去做一个卖掉的动作 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当然会随时做另外一个投资的准备 一个策略的准备 对不对 那或许 你现在会想问我说 老公老师 你现在不看好台股了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有看到什么 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投资策略 也可以让我的会员赚钱 这个答案可以接受吗 所以说我一定要去秉持着这个答案的结果 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那可以做一个多头获利的 我一样会进场 我也一样会在节目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就好像4月16号 我跟各位报告 黄金买点 然后各位留赖上来 我写的是19308 各位还记不记得 你们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我说 黄金老师你看那么低 好几百点 还要跌好几百点 那你认为呢 结果我们的大盘跌的比我的19308 多跌了17点 因为它来到多少 19291 19291很好记 前面19291 后面念过来也是19291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 既然我能够判断出一个多空的位阶位置 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将我的多头股票 做一个出场动作 而在这个地方呢 去做一个 我应该要去做另外一个 投资策略的方向 那事实上 我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了 4月10号 我们台股来到历史新高 20883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黄金买点 那一天我就开始做准备了 了解吗 我就开始做准备了 那不要再问我说 两个老师 你把台股看得这么坏吗 各位 我不晓得这句话 去怎么做解释 怎么去做一个 让你觉得可以接受的 我没有这些话 我只有就事论事 现在是什么行情 我就跟各位报告 了解吗 希望各位你们能够相信我 那除了这档呢 除了6223呢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好了 好各位 这个是昨天的讯息 昨天的时候 昨天5月2号 各位你们在节目上就有看到 3006金毫克 破底反弹至今 该随时 这个字我打错了 但无所谓 大家都看得懂 该随时准备出厂的 物级等我讯息 那我今天5月3号 在高点把它卖掉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那第二个呢 在11点52分 8996高利要下跌了 要下跌了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各位 我们看这个地方 11点 11点50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要下跌了 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我的会员 我用讯息告诉我的会员 那是不是就一路下来 就没有在任何一个点位 比这个点要来得高了 对不对 那那个是不是 我投资另外一个策略的点位 当然不是啊 当然不是 因为那个已经在平盘以下了 了解吗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更早一点 多早呢 各位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镜头近一点 这个地方 435.5 435.5 那什么时间呢 这个应该在9点25分 到9点28分左右 它的股价来到435.5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最高 438 438 我什么时候 去注意它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这个是9点23分 9点23分 在这个地方 435.5 就去空塌了 了解吗 就去空塌了 然后呢 昨天 它的状况 没有说很好 但今天它有新高 我们看这里 今天它有新高 昨天的高点是438 438 今天的新高是442 那昨天的438 那我空在435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今天 它高点来到442.5 请问 我会不会担心 不会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高点 它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所以说 今天有一个低点 叫做413 而这个413 比昨天的419 要来得更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今天的收盘是417 昨天的收盘是423 所以今天有高点又如何 又如何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 今天的低点比昨天更低 今天的收盘也比昨天来得低 也比昨天来得低 那我的判断有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说 如果说今天 你对于 另外一个投资的方向 你不喜欢 那我只能说 很抱歉 我在为我的会员做事 了解吗 我希望我的会员 每一个方向都可以赚钱 都可以赚钱 我知道 有很多的老师 今天也会趁着大涨的时候 然后说出 他们一些做多的股票 我没有 我没有 但是我这个是事实 我不是虚构的 我这个是事实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不管是多头 不管是空方 你能够掌握 你绝对是股市的赢家 就好像今年的1月2号 一直到4月10号 20883的那一天 你有听过 看过我在节目上说 台股的不OK状况吗 顶多就是说拉回整理 我帮你做持股诊断 止跌止吻 我们再做一个进场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现在我的看法 会跟4月8号以前一样吗 不太会 不太会 了解吗 那如果说我看错了怎么办 无所谓 只是在现阶段的这种状况 我少赚一点而已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那假设我看对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如果想说 雷光老师难道你不觉得说 等他止吻的时候 我们再买进吗 前提是 在他还没有止吻之前 我怕他止不吻 这个时候我也是要为了我的会员 去做一个着想的动作 所以我不是一个死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很看空的 不是 只是当我们台股发生什么事 我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各位 一样的今天 在5月2号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我说高利 8996要下跌了 就下来了 那今天呢 今天在这个时间点 今天在这个时间点 9点50分的时候 市价放空 6223旺系 没有错 9点50分 旺系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那或许很多投资人会认为说 难道这个地方 不会这样涨上去吗 今天大盘是大涨的呢 那是你的看法 那是你的看法 那我当下市价进场的时候呢 各位 就是这样子直接下来 有看到吗 就是这样子直接下来 没有这样子下来再上去 再下来再上去 没有 就直接下来 这个地方将近多少 30元 30元以他今天的股价来讲 我相信也超过了 7.5%以上了 对不对 那如果都超过7.5%以上 今天你不管如何做 当初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 那如果说 假设美股今天晚上 是上涨的 那星期一 我可以充容的做一个 获利回补的动作 那假设 今天晚上的美股 真的是一种 上冲下洗的动作 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天跌 那这个时候 我很可能 星期一的获利 会比今天的利润来得更大 那我会不会一直 往坏的地方想 不会 我会就事论事 所以各位 如果你还不晓得 现在的行情 你还不晓得 你手上的个股的多与空 没有关系 加赖进来 加赖进来 或者是直接 WIN580888 WIN580888 前面没有小老鼠 前面没有at 没有at 你流赖进来 告诉我你手上的股票 我会告诉你 现在你手上的股票的 多空状况 一定会让你满意 我们先进广告 陈乐部吴老师 提醒投资人 请注意以下三不要 一 不要在买东买西 买股票 开杂货店 毫无头绪 二 不要在道听途说 追高股票 赚少赔多 三 不要不设停损 出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 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 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我的测标是党股票 好 看得穷 今天也不错 最高来到了672 来得高672 看一下它的K线好了 这是今天它的K线 好 那很明显的 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上引线 这边有一个上引线 那这两个上引线 几乎是等高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区 应该是跑不掉 那既然跑不掉的话 它今天利用 我们台股上涨的将近300点 也没有做一个很高的突破动作 或者是跟它等高的动作 所以势必来讲 这个地方的落势 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 我在等 但我不是在等买点 我不是在等做多的 我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在等 好 我也不要去轻举妄动 那另外一个呢 双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今天最高来到838 好 各位 前面的这个 最高847 这个一个847 再往左边看 这边有一个847 所以简单一点 从这个地方 87 可能也是它一个最大的压力 那它今天也没有到附近 没有 然后呢 也是一样 虎头色位 就从这个地方的高点 就一路下来 那今天只小跌4点而已 小跌4点 我也在等 强不强 我都判断得出来 你什么时候强 什么时候不应该强 我什么时候应该去赚多头的钱 我什么时候应该去赚另外一个投资策略方向的钱 我都判断得出来 就像各位刚刚看到的 在这个点位来讲的话 我相信 今天要去做到这档个股 在这个地方做放空的动作 最高439.5 你在435地方去做一个放空 这是一件非常需要 意高 人胆大 而且非需要专业的 才做得到 那不管如何 如果说今天你对你手上个股 真的多空不了解 很简单 各位加带进来 WIN580888 或者是直接扫名QR Code 我会告诉你 你手上股票的堕空 给你的答案一定让你满意 我们下周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